上海封城以來當局極端管控 當地民眾苦不堪言 民怨四起 混亂現象更是層出不同 近日上海一間養老院 將生人當成死人 送去殯儀館的恐怖事件 震驚外界 目前上海官方已承認確有此事 引起大陸網民的怒火 一篇題為 被趕走前他在紅色電話亭註了一個月的文章 也令民眾唏噓不已 有江西統計局政署級女官員 在疫情期間 邀米芝蓮餐廳 送大量名貴海鮮給上海深圖的消息 被推上熱手 引起輿論廣泛熱議 來自深圳 就留在上海的蘇偉更是感嘆 一張車票和一份早餐 會是遙不可及的事 眼老又在下廣泛 可能在裝上去就跟他們說死掉了 兩個功能是兵儀館的功能 所以沒死沒死在動 哎呦真是的 事實上有這個事情 事件在網絡上持續升溫 迫於輿論壓力 據東方網報導 5月2日凌晨 在事發的上海新長征福利院 和葡萄區民證局了解到 確有此事 該名老人已經轉送去醫院治療 目前情況穩定 上海葡萄區民證局說 已經會與相關部門成立聯合調查組 進駐新長征福利院 在查清事實之後 將會對相關責任人作出處理 日前一邊提為 被趕走前 她在紅色電話亭 住了一個月的文章 披露了上海的慘況 文中提到一個女子和她的狗 在這期間以電話亭為家 她29天的生活 被附近的住戶記錄下來 最後該女子遭到警察驅逐 電話亭 也被貼上藍色封條 她不知道去了哪裡 5月1日 大陸雜誌時尚先生 在微信公眾號上 發布了上述文章 文章開頭寫著 4月1日 上海葡西風控第一日 一名女子 戴著一隻穿紅色衣服的狗 拿著一些東西 走入小區對面的紅色電話亭 整整一個月 她都住在裡面 該名女子的生活 被附近一名 要來拍的住戶 觀察並記錄下來 文章提到 該名女子 會在電話亭外曬皮 電話亭內 也堆滿各種生活用品 文章描述 這棟樓很多人 都注意到電話亭的異常 她們開始在微信群裡 猜測電話亭女人的身份 年紀 她的打扮看起來很時尚 還紮在一個軟紙頭 她每天都換衣服 看到是看臉的人 不像一個會流浪的人 這棟樓沒有人能出去 焦慮 無聊 而那個女人的出現 令人感到興奮 她每天都留狗 留狗範圍 好像在電話亭10米內 來來回回留半個小時 而狗狗在地上的排泄物 女子也會用紙巾包好 大家開始猜測 她會在電話亭住多久 樓裡面有更多人 開始討論 住在電話亭裡的女士 有人每天都在關注 拍視頻 好像電視連續劇 有人好奇她換的衣服 從哪裡來 有人稱她為電話亭女神 就這樣20多天 人看到她一直在曬皮 漏狗 她幾乎每天都會換衣服 入電話亭前還要脫鞋 4月28日 黎柏的有人透露 住在電話亭裡的女子 告訴自己 她從外地來到上海後 陸陸續續都有在工作 3月底要封城 她無法付長時間的房租 就找個電話亭住下來 到了4月29日半夜 黎柏聽到爭吵聲 兩名村房護衣的男子 將這名女子按在地上 黎柏只聽到女子 帶著哭聲說 為什麼打人? 男子起身 將她的東西一件件往外面丟 並讓她今晚就搬走 最後她只是抱著自己的小狗走 29日凌晨2點多鐘 樓裡的人看到警察游來 他們讓小庭的保安 將散落一地的東西 裝在防護服 電話亭裡很快被清理 30日電話亭裡空空蕩蕩 而電話亭外多了一個藍色的風跳 4月30日 上海一名女子 在朋友圈曬出婆婆寄來的 各節海鮮大禮包 她原料稱 謝謝婆婆寄來的米其林餐廳海鮮 磅蟹還是生的 恭喜婆婆第一季度GDP 全國增速第二好成績 堅持摘家抗疫 就會缺過冰季 還對海鮮過敏 這些海鮮有黃魚 米魚 大昌魚 凍蝦和鮮活的紅塵等 都是來自米其林餐廳 看起來價值不非 感對封控期間上海市民缺食糧的情景形成大反差 引起最大爭議的是她曬出最後一張圖 將其婆婆的正面和身份曝光 她是江西省統計局核算署政署級官員周雄 5月2日該事件發酵 衝上熱搜 有網民將此事 反映給江西 紅谷灘區宣傳部 對方稱已經上報 江西省統計局工作人員則稱 已知曉該事 正在了解情況 該女子的這番炫耀引起網民怒罪 有網民評論道 這個對攝氏的婆婆極為不利 她可能有濫用職權的嫌疑 即便你在家裡物資充裕 在這種敏感時期 也不要炫耀的好 這種時候曬豐富物資 確實太刺眼 人家吃不了飯 你冰箱放不下 來自深圳的蘇惠 3月中旬去上海 沒過幾天 上海疫情就擴散 到3月底4月初 葡東葡西分批風控 上海疫情越來越嚴重 接著就是無限循環的風控管理 因為工作原因 她在上海深圳兩地跑 所以在鳳賢區 長租了一個酒店公寓 項目取消 蘇惠也被滯留在酒店裡 將近40天 回不到深圳 那邊的工作也進行不到 家裡也沒有人照顧 4月20日 蘇惠所住的酒店 被劃為防範區 居委會同意了她離開上海 工作人員稱 只要深圳接收你 並且你搶到機票 或者高鐵票 就可以開通行證 蘇惠稱機票根本不可能買到 現在上海每天只有幾趟航班 但都是非國外 高鐵票也很難買 4月22日中午1點多 她終於搶到G7376次 高鐵到南京的票 離開車時間只有3小時 時間很緊 她表示 離開上海其實很難 48小時內核酸 和24小時內 礦原檢測陰性證明 目的地接收證明 離戶保證書 車票必須齊存 路上警察會查 進高鐵也得查 否則是進不了車站 很多人走不了 要不就老家那邊不接收 要不就開車上不了高速 反正各種原因都有 4月23日早上8點多 轉運車 將我們送回高鐵站 上車之後 我就和普通乘客一樣 到深圳的上海乘客 只有4個人 安全起見 我們一路上戴著口罩 坐在車上 突然有點感慨 從沒想過 一張車票和一份早餐 會是遙不可及的事情 這麼多人 就算了 就算了 在車上 遇到車上 那裡 有無力的 你便是 我